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鼠标横屏,替身使者战争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一个蜻蜓F1和多彩的M8A Pro 395的一个鼠标横屏 然后蜻蜓F1一共有三个版本,F1,F1 Pro以及F1 Pro Max 参与横屏的另一款呢,是我们上一期给大家开箱的一个多彩M8A Pro 我们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蜻蜓的配置吧 所以我手上这一款呢,是蜻蜓F1 Pro,要详细的配置看一下这张表 F1是一个酱母的一个主控,F1 Pro和F1 Pro Max都是Nautical的主控 Pro Max会比Pro更重一些,但续航也来到了130个小时 首先来到我们的一个第一part一个产品包装 首先我们看这个包装啊,多彩是M8 Pro呢,是常规的一个纸盒包装 VGA呢,会是这种比较硬的这种纸盒包装 然后VGA整体的包装质量会稍微好一些 然后VGA还有一个好评的点呢,是它在左侧设计的这样一个拉带 这个拉带,家人们,平常大家在拆快递拆抠盒子的时候就会非常痛苦 所以这个拉带设计我觉得这个是值得一个好评的 OK,下一part来到了我们的这样一个配件 然后大家,其实这两款大家都有很丰富的配件 首先有我们的一个转接头,脚垫,编织线,防滑贴 防滑贴我也都贴上去了 但是呢,M800 Pro呢,会多送一个这样一个玻璃脚垫 这个配件上相比呢,多彩M800还是更生一筹 这个玻璃脚垫呢,从上次开箱也使用了一段时间 给大家谴谈一下这个多彩M800这个脚垫的一个使用体验 首先,使用体验上会比传统脚垫要舒服很多 但是呢,秒杀传统脚垫可能也说不上 只能说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是独立的存在 最后这个玻璃脚垫的颜值呢,其实是越看越喜欢的 大家可以看,对比一下这种普通脚垫 其实说,颜值上提升还是很大 然后希望玻璃脚垫呢,大家其他隔壁的厂商呢 也能多多跟进一下 OK,来到我们下一趴这个一个上手体验 当两款鼠标拿到手上的时候呢 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蜻蜓的F1重量会轻很多 蜻蜓的整体轻量化做的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加上一个防滑天,整体重量也就50多克 相比之下,多彩的M800到M60多克显得还是有些稍畜愈稠的 但是呢,蜻蜓的轻量化代价,整体削减速壳的厚度 就会导致整体结构皮个偏脆 用手挤压的话,大家可以感受到有明显的变形 拿起来也会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 我个人而言还是比较喜欢有重量一点的鼠标 在60克左右会是一个不错的重量 多彩M800块70帧会有点稍偏重 但是蜻蜓F1我觉得会是有点稍偏轻 不过考虑到鼠标轻量化是一种趋势 所以说在轻量化这一趴里,VGM还是更胜与愁 OK,这一趴来到我们的一个按键和滚轮 多彩M8 Pro左右键是环诺的粉点8000万次 然后蜻蜓F1的是黑M8凯滑的一个9000万次 环诺整体会偏弹软一点 黑M8整体会偏硬一点 但整体使用下来两只鼠标的使用体验 还都是非常不错的 主要是看大家的一个喜好 但是滚轮和侧舰可以说各有各的问题 多彩的侧舰比上一代3370提升还是蛮明显的 但是整体上还是稍稍有点偏硬 然后VGM的问题在于它的滚轮滚动的时候声音有点大 并且还有电卡轮时间体验不会很好 最后我们再回到鼠标这样一个握杆 这两款都是大牌的一个替身使者 多彩的M8 Pro是致敬雷蛇毒葵的这样一个模具 VGM蜻蜓F1则是致敬罗技狗屁王的这样一个模具 尺寸上来说VGM蜻蜓会稍稍比M8 Pro稍稍小一些 但是都是比较适合中大手型抓握的和POWER的两款鼠标 两款鼠标的手感调教也是非常不错的 最近使用下来整体体验非常棒 OK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两款旗舰鼠标都是3395中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然后作为消费者呢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国产外设厂商越做越好 当然呢如果你预算充足 你上雷蛇罗技的旗舰款 各方面体验肯定是要好很多 但是预算不够上国产平地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OK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的收看 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 给模型up点个关注吧 多多一千三连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